智利卫生部长说,被困在井下已有三个星期的33名矿工中,有五人出现忧郁症。 卫生部长马纳利星期五形容这五人与人隔绝,没有食欲。 他说,心理专家试图通过输送到井下的摄像机对他们进行治疗。 救护人员在准备钻一个树井以解救矿井坍塌被困的矿工。 官员星期五说,把矿工救出来的通道可能需要长达四个月才能完成。 井下矿工的录像已经传到世界各地,大部分矿工光着上身满脸胡须,有的人单独对镜头说话。